您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今儿啊,咱们要聊这个藏传佛教最热闹的一个宗派 什么宗派呢?嘎举派 那有人就说了,那什么叫最热闹啊? 哎,您听着呀,这嘎举派创派就有两宗 它分这个塔波嘎举跟香巴嘎举 后来这个香巴嘎举没落了,只剩下一个寺了 这就是啊,前一阵子咱们聊过这个女活佛所主持的那个丧顶寺 也就是说,现在国内的香巴嘎举啊,主世活佛,她是个女性 后来这塔波嘎举啊,又分了很多宗派 四大八小庞之宗派若干 这四大嘎举啊,分别是这个嘎马嘎举,采巴嘎举,巴荣嘎举和帕猪嘎举 哎,这是四大派,还有八小派 这八小派分别是直贡,达龙,竹巴,雅桑,错普,修瑟,耶巴和苍马嘎举 还有一只嘎举啊,和他们不太一样,叫达波嘎举 这个达波嘎举呢,因为有自成的一套方丈系统 所以呢,不和他们掺和,是这个十二派以外 除此啊,还有很多小的旁支 咱们在这儿啊,就不一一介绍了 那么这嘎举二字,又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嘎举是一音咯 这个嘎字呢,是佛语的意思 紧跟这个阿底侠大师教义的嘎当派 他们说这个嘎字啊,就是佛语的意思 不过在嘎举派里边啊,这嘎是上师的语言 师长的语言的意思 这嘎举呢,您可以理解为聆听师尊教诲的意思 哎,这就更证明了,这密宗啊,是口传言教 按照咱们聊这个藏传佛教的习惯呢 在开讲传承以前呢,还得先说说呀 这嘎举派,它是什么颜色呀 这嘎举派呢,并不能从这个寺院上啊 辨别出它的颜色 哎,从哪儿啊,从唐卡 他们的祖师像上辨别 他们的这个初祖马尔巴和二祖米拉日巴 在这个画像当中出现的形象 通常都是穿着白色的一件僧衣 哎,这就区别于啊,咱们讲的前几个教派 那些初祖们,那些初祖们都是在家之人 也就说他们呢,没有受戒 不是僧人,不是出家人 他们呢,也统称为白衣 他们穿着那个白衣是长服 这儿咱们说的呀 这嘎玛派的初祖马尔巴 以及他的二祖米拉日巴 那这可不是穿的长衣 他穿的是白色的袈裟,白色的僧衣 所以这嘎举派呀,哎,就被称作白教 咱们刚才提到了他的初祖 初祖的名字叫做马尔巴 那咱们这个故事就从马尔巴开始聊起 其实啊,这个马尔巴这个名字呀 咱也不陌生 咱们在讲这个二圣卓秘大师的时候 咱们就提到过这个人 后红旗藏传佛教 到这个卓秘大师这儿去学法呀 是需要交很多的学费的 当时咱们就讲啊 宁马派的祖师索尔波茜 奉白两黄金呢,学习了道果秘法 然后呢,这萨迦派的祖师啊,显然有钱 萨迦派的祖师呢,叫贡雀杰布 他奉了千两黄金和卓秘大师啊,学这个道果秘法 当然他学的就比较全了 嘎举派的祖师马尔巴也不例外 他也追随过卓秘大师学法 他学的什么呢? 他学的是梵文和显秘佛法 听着挺高深的吧 实际上跟人家学那个道果秘法比不了 这梵文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学了一门外语 你得看得懂经书啊 这显秘佛法呢,听着是挺高深 实际上就是一些基础的佛教理论 那他为什么不学这个道果教授 也可以说叫道果秘法呢 因为没钱 这马尔巴大师啊,实际上啊 他是个游僧 这游僧连庙都没有 他也接受不了什么供养 那穷啊,最后啊 一看这个老师时代也是不教他了 就一气之下出不走了 不过这件事情在他心理上落下了很深的印记 在我看来这后来这大师马尔巴在钱这方面啊 心理上都有点畸形扭曲了 这是后话咱们一会再说 很有意思,您等着听 这马尔巴离开了卓秘大师以后啊 慢慢的也长大了 也积攒了一些财富 他就决定啊 不把钱花在你卓秘大师这儿了 我呀,远点吧 印度尼泊尔 俗话说的好 这远道的和尚他会练经 再者了,保不齐啊 那时候学费还便宜呢 结果这秘法呀 还就真让他学得了 像什么这个十轮金刚法 欢喜金刚法 这都不算门 最关键的是他学了一套独特的法术 什么呢,叫做大手印秘法 像咱们前文书常提到过的灼火定啊 那都是啊,这修炼大手印秘法的前期功法 诶,据说这个大手印秘法无上神秘呀 具体是什么内容我不知道 诶,咱们还是那句话 咱们只讲故事,不讲佛法 这回到这个西藏之后啊 诶,就开宗立派独成一戏了 那么说这个大手印秘法如此的厉害 是谁传给马尔巴的呢 诶,这大手印秘法 是人家印度嘎举的一个传承秘法 那么说谁会呢 诶,这会这人呢 出身挺奇怪的 他是个手工艺者呀 兼小商贩 名字叫做蒂洛巴 他是干嘛的呢 他是连做代卖炸香油的 那有人说的 你说这贴谱吗 那史书所在 他是炸芝麻以及零工为生 诶,您别看这大师会秘法呀 看样子 当时的生活呀,还挺窘迫 那这蒂洛巴把这大手印法传给谁了呀 传给了纳洛巴 这纳洛巴呀 可是这个印度瑜伽宗师的大成就者了 他呢,就把这套大手印法 传给了他的大弟子 就是马尔巴 其实这两个人呢 也不是很重要 为什么呢 既然这马尔巴大师 从印度把这些东西弄回来了 这套东西呢 自然就是咱们自个儿的 咱也没必要再想 他是哪来的 那么说这马尔巴的故事 就是咱们今天的故事的重头戏吗 当然不是 今天咱们这点书啊 重头戏要放在二祖米拉日巴上 这米拉日巴呀 是马尔巴的徒弟 那提起这米拉日巴来呀 那可谓是小孩没娘 说起来话长 这米拉日巴没娘吗 那倒不是 这米拉日巴他没爹 至于是怎么没的爹呢 咱们故事里还会有交代 咱们先说说这米拉日巴的成就 这米拉日巴在这个藏传佛教史上 那是赫赫有名啊 被誉为是嘎举派的二祖 他不光是嘎举派二祖啊 实际上啊 他还是很多宗派大师的师父 这说师父不太贴切 可以说是老师吧 很多宗派的大师啊 都向米拉日巴请教过佛法 这米拉日巴呀 不但佛学精湛 而且呀 这人呢 写诗歌啊 写民间传说故事啊 都是非常擅长的 在现在从后藏 日喀泽地区一直到前藏 都留下了很多这位大师的遗迹和故事 那咱们呀 就得从头聊 这米拉日巴他们的家族啊 实际上啊 最初是宁马派的法师 咱讲宁马派的时候不是说了吗 这宁马派啊 实际上是分这个学术派和实践派 这实践派很多人呢 都是家族传承 他们学的都是什么 学的全是咒术 哎 就是将神驱鬼那一套 说实话呀 这一套啊 这藏族人呢 很吃 对他们这一套这个怪力乱神 深信不已 到今天 也有很多的这个藏族人 认为这些呀 会驱鬼念咒的宁马派 才是宁马派的主流一派 说多了 咱们继续说这个米拉日巴的家庭 其实米拉日巴的家庭 就是宁马派的法师 这米拉日巴的祖父 非常好赌 这藏族人的这个赌博方式很简单 其实就是咬骰子呀 您现在呀 您如果是去这个藏区 很多集市上 您看一个帐篷里呀 人生顶费 哎 那没准就咬骰子呢 至于呀 这玩法呀 是七天八拿九端窝啊 还是这个三固定眼儿抱子呀 咱就不清楚了 那总之呢 是把家败了 这个祖父把家败了以后啊 只有举家流亡 流亡到一个新地方之后啊 哎 这老天爷 他饿不死 瞎家桥 人家是这个家族 有祖传的手艺呀 宁马派祖传的 捉鬼念咒 没过多久 家业复兴就积攒了 大量的财富 到米拉日巴出生以后 那已经是当地 大富大贵的大财主了 那所以这米拉日巴呀 从小啊 那就是生活的密罐里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哎 蛋糕饼干 不离嘴 天天喝着红糖水啊 还是那句话 这人生世世无常啊 好日子没过几年 这米拉日巴的爹死了 为什么咱们刚才说 他没爹 就是这个意思 哎 于是啊 这米拉日巴的大爷 和他的姑姑 就想侵穿他们家的财产 想让其中的一位男性族人 就收了他妈妈的计婚 哎 他妈不干 要说起啊 这米拉日巴的妈妈呀 那可谓是一位刚丽的女子 她的性格呀 有点像汉族女子 因为这收计婚呢 是这个草原民族 哎 虽然这藏族 他不算是草原民族 但是啊 他也和某族啊 以及契丹呢 党相女真呢 这些民族一样 有这个收计婚的习俗 为的就是啊 不让那个家产旁落 通常啊 这些寡妇们 是没有拒绝的 不过 米拉日巴的妈妈不干 她觉得自个儿要保持忠贞 所以呀 她拒绝收计婚 那这个大白哥和这大姑姐说了 那你要这样的话呢 你呀 一个寡妇 是没有能力 没有本事 没有权利 来继承我弟弟的遗产的 你必须由这个米拉日巴来继承 她现在小 等她长大了 我们自然会把这堆钱给你的 哎 这寡妇大奶呀 从此就带着这个独养儿子米拉日巴 这娘俩过 过的是非常清贫 那一日长两日短 这米拉日巴十几岁的时候 也算是长大成人了 这她的母亲呢 就像这个大白哥和大姑姐 就要财产去了 人家说呀 还不给 这一句话呀 就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了 回到家之后 这寡妇大奶奶呀 给这个米拉日巴收拾了行囊 准备点钱 说你去学去 学什么呢 学黑魔法 好为咱们家报仇 交代完之后啊 就把这米拉日巴送到马尔巴那儿 学法去了 这一去就是三年 那学了吗 没有 没学着法术 为什么 家穷没钱 咱刚才咱们不是提过了吗 这马尔巴对这个钱呢 心理上都有一些扭曲了 这个徒弟呀 没有能力来供养他 没有钱 没有金子 他不但不传法呀 而且经常虐待米拉日巴 那肉体上的折磨呀 都是轻的 打一顿骂一顿呢 那很正常 关键是精神上的折磨 他白天呢 让米拉日巴气墙 到晚上啊 亲自把这个砖推倒 然后第二天再气 这是一项没有尽头的工作 也就证明啊 没有希望 终于受不了了 这小米拉日巴就回家告诉自己的母亲 这妈妈一听就明白了 二话没说 把自己的这个柏田和这个旧宅全卖 换成了金子 就缝在了自己儿子的袈裟里 说去 回去之后把这件袈裟给你的老师 一给这个老师啊 就明白了 老师不但看见了钱 也对这个母子潜心想学法的诚心打动了 于是请他而受 这米拉日巴可就大成就了 全学会了 哎 说正好有这么一天啊 这米拉日巴回村 正赶上 他大爷就是想侵吞他们家财产的那个大爷 娶儿媳妇 他大爷这家里啊 可谓是高棚满座所有的亲友全来了 把这个小楼挤得是满满灯灯 一楼柱子上拴得全是马刚成的 好马呀 就不计其数了 他再一看呢 在这院门口啊 站着一个破衣拉洒的妇人 正是他的母亲 他妈干嘛呢 他妈站着正数数了 一二三四 那么说这个寡夫大奶奶 他数什么呢呀 他呀 正在数楼上他的仇人 他一看呢 自个儿的儿子回来了 他跟儿子说 你看见了没有 这个楼上现在呀 一共有咱们的仇人三十七个 你也赶紧念咒 催动你的黑魔法 把这三十七个人全部都弄死 好替咱们家报仇 转过天来 那位说 怎么着 就转过天来了 那就是转过天来 当天的情况啊 不好描述 那么说这转过天来 什么情况呢 转过天来 所有的老乡亲呢 来到这个米拉日巴 他伯父的院里一看呢 楼塌了 就从这废墟当中 挖出三十七具尸体 有人说呀 这呀就是米拉日巴 练就的黑魔法 昨天看见他念咒了 躲在墙角 一指天空 吃朗鸡 一到天雷就劈中了小楼 就塌了 三十七个人就砸死了 不过呢 也有人说 昨天呢 这些宾客呀 把这些马呀 都拴在一楼的柱子上 这些马呢 惊了 这欢邦乱跳的 把这楼拉躺下了 才砸死了 这三十七个人 总之啊 这三十七个人呢 都死了 那具体是怎么死的呢 这不好说 总之啊 这米拉日巴家 是大仇得报 可是呢 这母亲呢 经不住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呀 疯了 这宁满派的传人呢 后来就说 这些人呢 就是被米拉日巴的咒法 咒死的 后来的这米拉日巴 作为一代高僧 他觉得这心里 实在太愧疚了 就放弃了黑魔法 为了赎罪呢 从此以后 才潜心的 学习了佛法 那是不是这样呢 那他们这么说 我就这么讲 您就这么听 这米拉日巴呢 还和一件 这个藏传佛教的 这么法器呀 有关系 喜欢藏传佛教的好朋友 都知道擦擦是什么 实际上啊 就是运模子 运出来的小佛像 因为呢 是寡居的母亲呢 含心如虎 把自己拉着大的 所以这米拉日巴 和自己母亲的感情 非常的深厚 母亲死了以后呢 这米拉日巴 为了纪念母亲 就用母亲的骨灰 和家乡的泥土 霍成泥 印在墓子里 制成小佛像 然后呢 把它装在盒子里 这种盒子呢 也有专门的名词 叫噶物 随身携带供养 这就是最早的 噶物和擦擦 今天啊 咱们这个 嘎举派的故事 就讲到这 明天故事更有意思了 明天咱们要说说呀 这嘎举派 第一位 也是藏传佛教 史上第一位 活佛转世的大师 咱们要往深了 巴掷巴掷 他是为什么 要搞出 活佛转世这一套 得嘞 今儿不早了 您早些着 咱们明天接着聊 优优独播剧场上